大家好 我是法蘭爸北京中醫藥大學 中醫碩士 物理治療師 同時也是職業中的推達師 歡迎回到24節氣養生食料特別企劃這個單元 接下來這個節氣是清明 那在清明這個節氣除了掃墓、吃潤餅之外呢 我們也別忘了要注重我們身體的一個養生 清明這個時節是陽氣開始旺盛 也就是我們中醫裡面所提到的肝臟肝骨開始旺盛的節氣 這是一個非常容易上火的時節 所以我們會建議在清明時節這個時候的飲食養生 都要以平衡肝木之火作為主要的一個目標 所以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這一道是 陰塵白燒揉乾乾草茶 它主要是能夠幫助我們平衡我們的乾癢 然後可以幫助我們清理濕熱 在這樣子的一個時節 在這樣子的一個疫情流行的大環境裡面 能夠來舒緩我們的緊張的情緒 同時也可以緩解肌肉僵硬不舒的一個種種的狀態 接下來我們就來介紹今天所使用的主要食材 這裡面總共只有四樣中藥而已 非常地簡單 我們來做這個茶椅 第一個是白灑 這個是白灑 少藥麻塞乾的 然後再來這個是紅棗 然後這個是陰塵 然後這個是乾草 然後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四種藥 那我們知道春天 春天這個時節它對應的脹斧是乾脹 那乾氣在這個時節的時候會非常的旺盛 但是如果我們的乾氣過於旺盛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我們的脾胃 這種乾氣就會影響到我們的脾胃 會影響到我們的消化吸收的功能 我們這身體就得不到我們需要的營養 然後自己也影響到我們身體的一個整個 蒸氣的一個養蟲的一個狀態 所以說在這個時期針對乾脹過於旺盛的 問題我們要適當的來給它緩解 適當的給它出現 所以我們會用到平乾液皮的這個白灑 然後這樣它可以補氣液皮的乾腸 然後以及輕易濕熱的陰塵 這樣子的一個材料來煮成 這樣子的一個茶葉來喝 可以讓我們舒舒服服的過完這個 美麗又健康的春天 好 那過了說 我們就來煮這個茶吧 其實非常簡單就把它放進去加水 所以煮好就好啦 開始吧 做法非常的簡單 我們把這個水壺打開 然後把中藥都加進去 以上的這些材料我們大概要加 1000cc的水或是1200cc的水 看你喜歡的那個濃淡程度來調整它 等它浸泡比較完全 我們就開始來烹煮它吧 然後一樣煮滾 然後再關小火3分鐘到5分鐘 然後我們就可以喝了 我們就盡興等待把它煮滾來吧 我們這個茶椅已經煮滾了 我們現在把它關小火再續滾個3到5分鐘 好 好 那已經煮滾了3分鐘 所以把它關火 好 我們喝的時候你可以稍微 試一下它的一個濃淡程度 如果說你覺得那個藥味比較不舒服的話 其實可以加一點白糖 或加一點冰糖 然後去調和它的一個味道 不過我想的是裡面這邊有乾草有紅棗 它的味道應該是還算滿 應該是滿甜滿好喝的吧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試喝看看咯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試喝看看咯 有那種淡淡的那個 青草茶的那種清香的味道 主要是那個 陰塵的那個 草藥的關係 那喝起來也是有點 淡淡的甜味 現在開始有回甘那種感覺 應該是那種乾草的一個乾甜 怎麼就在後半段就會出來 那這樣子的一個茶飲 我想對大家應該接受度應該都滿高的 因為它不會有重要那種苦味 那是一個滿甘甜的一道茶飲 相信這個應該大家接受度應該都會滿不錯的 算是好喝的一種養生茶飲 再多喝一口看看 嗯 那整個這樣子 現在這個整個後面就整個回甘起來 那我們也知道乾草它在 症狀裡面它的一個藥性 也是對我們的那個 正殼止殼 然後甚至在排彈這一塊 它都有一定的功效 所以它這樣整理下來 對於說你這個肺部它原本比較不好的狀況 或是肺部你輕微的一些 可以救急不急在的話 它也可以幫助到我們身體的這一部分 相信應該算是還不錯的一個養生茶飲 希望大家都來試看看 那我們做這一個養生食療的特別企劃這個系列 到今天也將近做滿兩年了 那接下來的養生食療 我相信我還是會本身原本的出現和毅力去做下去 如果說你覺得你看了影片之後 你覺得對你的生活有所幫助 對你的身體和健康都有所幫助 那請麻煩多多幫我們的分享訂閱和按讚 一定要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這麼好的一些健康資訊 好好的分享給他們 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自己的家人 包括我的小朋友 所以隨地這樣配合著實際 再調整我們的身體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養生方式 我們不需要去吃過多的那種藥物來去調整 或是吃什麼一些保養品來調整我們身體 就這麼簡單的一些食物食料的一個搭配 就可以來幫助我們身體更健康 我想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如果你也是認同這樣子的想法的話 麻煩幫我們多多分享出去 我們的影片 幫我們按讚 幫我們訂閱 好不好 謝謝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別人 吃 wel慕 你